郑总今天这么大张旗鼓地 邀请大家来提案 他总有一天会闯祸的 我说等他闯了祸 那我可就难办了 跟智慧公关合作这么久了 那如果他要是 真折腾开心了 那我这么多年 肌里的人际关系怎么处 郑总来了 先看看提案吧 那咱们开始吧 大家好 我是智慧公关的提案人 与每趟爆米花合作了这么多次 对于本公司的风格呢 我们还是十分了解的 对于这次中秋的提案 我们分为下面三点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提案 已经完成了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提案 这是我的提案 我觉得智慧公关公司 想法真不错 确实还不错 不过我们还可以看看 别的公关公司 有什么新的想法 好 那下一个吧 要是我们要 δ те 我们要去做什么事 我们要去做什么事 我们要去这些风格 就算对了 不错了 鉴定就算对了 我们就算了 大家好 我是信达公关的客户执行 真高贵 针对这次美糖爆米花的中秋促销 我参考了一些国外的临时品牌案例 总结了一些方案 童话元素加入传统节日 画风更加成熟和现代 以上呢就是我这次提案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我觉得信达公关的提案 还挺新颖的 是吗 哎呀 我可能是老了吧 我觉得跟你有代沟啊 你这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莫名其妙 那最终提案的结果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我觉得要不这样吧 咱们大家伙呢 就把觉得可以的公关公司 进行匿名投票 一人一票 公平公正 省得大家浪费时间 咱们就用这个手机上的 匿名投票小程序头 可以吗 好啊 是吗 咱们就用这个手机上的 我某天 人生偏离轨迹 也笑着 叹气 嘴自有旋律 不 很坠地 飞向更高天际 温柔的 坚定的 去高级 挥别曾经 转身 奔赴下一场 风景 沿途的星光 落在 掌心 遥望 那片星海 夜空下 彼此眼 就开始 去期待 期待成长 与悲哀 时间 跑得飞快 总有人 陪我 欢喜 无奈 那是你 是一辆之中 的意外 风儿 吹陷大海 吹散所有的阴霾 坏情绪都抛开 等阳光 洒落 满怀 从现在到未来 成为彼此 最耀眼存在 不可抑代 恨后的落脉 的山海 的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